小時候在潮州 那時有一天媽媽和我說要去香港 和我哥哥一起去 沒有我份的 結果我真的和親戚一起住 就是這樣過了五年 在這五年期間 一年只見到爸爸媽媽大概一次 甚至乎有兩年 最初是隔了兩年才再見媽媽 其實我想是 怎樣都是媽媽會來香港和爸爸團聚 但可能自己當時也小時候 沒什麼心理準備 突然有一天就會這樣發生 兼且自己是沒有份的 哈哈哈哈 那一刻 那一刻 你也沒有預期到 然後就是一個人 會在潮州 是沒有爸爸媽媽一起的 雖然舅父也很疼我 但是那個經歷都很特別 也都是原本沒有遇過這樣 然後喔 你也要露出